当我们读到那些古人动不动喝上好几坛酒, 却还依然精神抖擞, 甚至还能上马提刀打仗, 真是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, 尤其是武松那段传奇, 十八碗酒下肚, 依然能在景阳缸上打老虎, 这要是换到现代人身上, 估计早就趴在桌子底下不省人事了, 问题来了, 古人喝的酒究竟有多猛? 他们是靠什么酒量惊人的? 古人喝的酒真的和现在一样呢? 这里是十月馆, 订阅我, 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 先别急着下结论, 很多人都误以为古代的酒和现在的白酒一样, 什么五十度, 六十度, 喝几杯就上头, 事实是, 古代的酒, 尤其是在唐宋之前, 大多都是低度酒, 低到什么程度呢? 几乎就是现代的啤酒, 米酒级别, 有的甚至比啤酒还淡, 根据考古发现, 早在距今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, 人类就开始制造酒具, 但这时候的酒只是发酵酒, 度数很低, 简单来说, 就是粮食发酵产生的酒精, 酒精含量普遍只有几度到十几度, 这跟今天的高度白酒根本不是一个层次, 到了阴商时期, 酿酒技术进步, 酒具越发精美, 酒的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, 那时候的酒依然是发酵酒, 度数也不会太高, 到了周朝, 酒文化进一步发展, 还分出清酒和灼酒, 清酒就是把酒过滤的更干净, 看起来清澈透明, 但度数依然低, 而灼酒含有杂质, 看起来浑浊, 和今天的黄酒差不多, 所以武松打虎前喝的那十八碗酒, 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高度酒, 更像是一碗一碗的米酒, 宋朝的酒, 特别是民间常喝的, 往往是那种叫牢骚的东西, 发酵度数极低, 有时候甚至就当成调味料喝, 武松喝了十八碗酒, 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口一口啤酒喝下去, 这就不那么神奇了吧, 古代人喝酒的亮清人, 这事可不单是武松一个人, 很多古书里都有类似的记载, 像是曹操, 刘备, 孙权这些大人物, 动不动就是喝个几十碗, 喝完还继续聊过事, 打天下, 这要是现代人, 估计早就东倒西歪了, 那么, 古人到底凭什么能一坛一坛的灌酒, 还不醉呢? 第一点还是得归结到酒的度数上, 古代的酒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烈酒,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, 基本上都是发酵酒, 度数很低, 就像喝啤酒一样, 喝的量再多, 酒精浓度不够高, 身体能更快代谢, 当然不容易醉, 再说了, 古人喝的那些坛, 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坛子, 更多的还是小碗, 甚至是类似今天的酒杯大小, 古人喝酒的饮酒文化和现代不同, 古代人喝酒, 不像我们今天干杯就完事, 他们喝酒往往是细细品味, 慢慢来, 而且酒居小, 一次喝的不多, 再加上酒度低, 所以即使喝了很多碗, 实际摄入的酒精并没有那么夸张, 喝的多, 但不至于一口一口猛灌, 那种酒厂上的豪情, 更多还是象征意义, 古代的饮酒习俗, 讲究酒前酒后的一系列搭配, 比如《水浒传》里提到, 武松喝酒的时候, 还吃了很多下酒菜, 古人喝酒时, 通常会吃大量的肉类, 豆类和其他下酒菜, 这些食物不仅能缓解酒精的吸收, 还能增强身体的酒精代谢能力, 所以别光看武松喝了18碗酒, 人家可不是空腹上阵的, 有着充分的抗酒准备, 古代的酒究竟有多少度, 那么问题来了, 古代的酒究竟有多低, 我们今天习惯喝的白酒, 动辄40度, 50度以上, 喝几口就上头, 而古代的酒, 一般来说, 只有几度到十几度, 和今天的啤酒, 黄酒差不多, 在周朝之前, 基本上所有的酒都是发酵酒, 酒精含量不高,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, 古代的酿酒技术并没有蒸留这个步骤, 所以酒精度数远远达不到现代白酒的水平, 直到唐代, 随着西方酿酒技术的传入, 蒸留酒才逐渐出现在中国, 但那也只是在少数上层社会中流行, 平民百姓喝的酒依然是低度数的发酵酒, 根据历史记载, 唐代以前的酒大多是15度以下的米酒, 黄酒, 宋代时, 一些蒸留酒开始出现, 但度数也不会太高, 大约在20度左右, 到了明清时期, 蒸留酒技术逐渐成熟, 酒的度数才逐步提升到30度, 甚至更高, 不过即使是那时候, 像武松那种民间豪杰喝的酒, 依然是低度的发酵酒为主, 要是把武松的18碗酒换成今天的50度白酒, 估计打虎前他就已经不省人事了, 古人为什么不醉, 还有什么小秘密, 除了酒度数低, 古代人不容易醉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, 古人喝酒的场合不同, 他们更多是为了社交, 祭祀和礼仪, 不像现代人是为了追求醉酒后的快感, 古代讲究礼仪, 喝酒不求喝得鸣顶大醉, 而是要保持风度, 哪怕是像《红楼梦》里的酒局, 也是一边吟诗作对, 一边小酌, 喝的是一净, 不是酒量, 再者, 古人喝酒的场合往往非常正式, 旁边的人会时刻提醒着保持清醒, 而现代人聚会, 往往都是酒过三巡就放飞自我, 不醉不归, 这种饮酒文化根本不同, 古人还常用一些解酒神迹, 像是喝酒前吃点东西, 在酒里兑水, 或是用某些草药来降低醉酒感, 这些方法都被传承了下来, 有些文献甚至记载, 古代帝王在酒局上会让随从偷偷换掉酒, 实际喝的可能是清水, 这样即使喝再多, 也不至于醉倒, 古人喝酒动不动喝上好, 几坛不醉,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, 他们喝的酒度数低, 跟现代的烈酒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, 再加上饮酒习俗不同, 解酒方法多样, 以及那时候的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小, 所以古代豪杰们能喝出神话般的酒量, 但却不一定真的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悍, 古人喝酒, 喝的是意境和情怀, 讲究礼仪和风度, 远不像我们今天喝酒那样讲究速度和酒量, 而现代人或许也可以从古人的酒文化中学到一点, 适量而止, 不要追求一时的痛快, 毕竟酒后上景阳刚打虎这种事, 咱们还是留给武松就好了, 发酵酒又称酿造酒, 历史非常悠久, 最早可追溯到皇帝时期, 发酵酒是以大米, 熟米, 素米等粮食作物, 经过发酵酿造而成, 发酵酒又分为啄酒和纯酒, 发酵酒的过滤技术不成熟, 酿出来的酒含有不少粮食杂质, 而且当时没有无菌处理技术, 酒里往往含有许多绿色的微生物, 酒面也可能漂浮着一层如同白蚁的物质, 所以被称为乙律酒, 这种酒又统称为啄酒, 老板三国演绎, 片头各歌词, 一壶啄酒喜相逢中的啄酒, 指的就是这种酒, 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, 喝的可能也是啄酒, 之所以要煮, 是因为这种酒容易腐败变质, 煮一下能够杀菌, 也为啄酒的卖相不好, 很多酒色会将啄酒进一步过滤, 将绿色的微生物和白色漂浮物尽可能过滤掉, 使得酒呈淡黄色或无色, 清亮透明, 方向宜人, 口味纯正, 这种酒称为纯酒, 又称清酒, 纯酒因经过多次过滤, 它的度数相对比较高, 可能达到五度左右, 接近今天啤酒的度数, 而啄酒的度数则只有一度左右, 和某些含酒精的少儿饮酒差不多, 或者说, 类似于今天的甜酒, 这样的酒肚子有多大? 酒能喝多少? 豆酒是百片的里白, 如果喝的是啄酒, 那说明它肚子还行, 如果喝的是纯酒, 斗酒便到顶了, 那只能说失先的酒量不尽人意, 可今天一个中学生都可能把它喝倒, 一斗纯酒的酒精含量略低于四瓶啤酒, 啄酒也好, 纯酒也罢, 也为是粮食发酵, 都有一些甜味, 此外, 随着酿酒技术的发展, 两者的度数其实也在增加之中, 大概到宋朝时, 酒的度数陡然提升, 纯酒最高可达十度左右, 蒸馏酒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, 是将发酵酒进行一次或多次蒸馏提纯, 使得酒中的酒精含量大大增加, 从而也使得酒的度数大大提高, 味道也不像发酵酒那样甜, 而有些苦涩, 蒸馏酒的度数普遍能达到四十度以上, 有的甚至高达六十度, 和今天的白酒没两样, 事实上, 今天的白酒就是蒸馏酒, 相比发酵酒, 蒸馏酒的历史短许多, 关于它的具体诞生时间, 史学界还存在争议, 一说南宋, 一说元朝, 也有人说宋以前, 但可以确定的是, 元朝, 尤其是明清时期, 蒸馏酒已经流行起来, 逐渐取代了发酵酒, 《水浒传》是原末明初作品, 那时蒸馏酒已经开始流行, 武松在景阳刚喝的酒, 大概率就是蒸馏酒, 顺便说下, 有人说, 武松喝的酒其实只能算啤酒, 这显然不负原著, 原著的设定, 武松是一个很能喝的人, 如果喝十八碗啤酒, 便有些醉醺醺的, 能叫酒量大吗? 要知道, 宋代酒的度数虽然普遍较低, 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酒量普遍很差, 毕竟宋代人和现代人身体构造并无区别, 蒸馏酒据说是游牧民族发明, 他们生活在北方苦寒之地, 需要喝高度数的酒暖身体, 游牧民族与内地交流贸易, 尤其是其南下后, 带来了蒸馏酒技术, 这便使得内地也掌握了蒸馏酒技术, 促进了蒸馏酒的流行, 蒸馏酒技术的成熟, 肯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, 蒸馏酒技术的南下也必然有一个过程, 不可能一蹴而就, 所以蒸馏酒虽然在元朝开始流行, 但在宋朝少数内地人掌握蒸馏酒技术,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, 所以宋代人喝蒸馏酒在历史上也是可能发生的, 武松喝的蒸馏酒可能是度数偏低的蒸馏酒, 但他能喝十八碗也堪称海量, 可今天武松喝两间二国头不在话下, 估计能喝倒百分之九十以上东北大汉, 总结古代的酒度数长期比较低, 在一至五度之间, 唐代以前基本上是肚子有多大, 就能喝多少唐宋时期, 酒的度数接近啤酒, 人们普遍能像李白那样喝两升左右, 宋以后酒的度数普遍较高, 能喝一斤便算得上海量了。 休息宗宫